众所周知,汉约哈赛作为德国知名度和维望都较高的艺术家,声评塑造了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角色。 但是在二战时期的时候,这位原本崇尚于艺术的人也被迫参军,甚至多次在前线作战,也算得上是战功写贺。 在战争结束之后,汉约哈赛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,于是再一次来到了威玛学习表演,在学春之后,其登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舞台,正式开始了自己的演员生涯,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。 这位曾经在战争前线奋战的士兵,成为了常常出没众多剧院的演员。 其作品高达66部,并且在多部电影当中的表演,都获得了界内极高的评价,因此,他在德国艺术界内的威望很高,也获得了很多奖项,其名往不属于演艺圈中的大明星了。 然而,在我国观众眼里,汉约哈赛绝对是在二战之后,季希特勒的经典反派人物,因为他当时在荧幕上所出演的角色,大多数都是德国军官,并且十分形色会议。 想必也是因为这位艺术家曾经在前线参战过,以至于针对每位反派人物的心理,都能更好地进行转模。 如今这些影片已经有了一些岁月的累积,而这位曾经在二战前线奋战过的艺术家也早已经过世,但是他所塑造过的角色仍旧成为了让人们难以忘怀的经典。 抛开政治观点来看,其实二战时期,国军员所穿的军装真的很帅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